感谢天师德 感谢上方慈悲 让后学有机会 来跟各位分享报告这一堂课 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各位浅显啊 请问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幸福的人生 于是乎有些人穷起一生 不断的赚钱赚钱赚钱 他赚了很多钱了 可是他快乐吗 他幸福吗 那么有些人 他为了有幸福的人生 于是他不断的拼 不断的搏 在拼搏当中 他可能位居人成 他可能位居高位 可是事实上他位居人成 位居高位之后 请问他快乐吗 他有幸福的人生吗 也不一定 所以其实我们如何开创幸福的人生 其实我们是由圣贤的智慧当中 就有迹可循 所以如何开创幸福的人生 后学就由圣贤的智慧当中 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我们回到本文里面 我们看 圣人求心不求佛 凡人求佛不求心 前显 后学请问各位 观世音菩萨曾经这么讲 我们世人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会念观世音菩萨慈悲 先佛慈悲 那请问你 观世音菩萨每一位圣贤先佛 他以前也是人 那我们现在世俗的人遇到事情 我们都求佛 求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告诉我们 你们世人遇到事情 多念观世音菩萨 但我观世音菩萨以前世人的时候 那我要念什么呢 我要求什么呢 各位前显 这句话要想清楚 当这句话要想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如何开创幸福人生了 所以本文里面告诉我们 圣人求心不求佛 凡人求佛不求心 原来你要有幸福的人生 不是往外求 而是往内求 所以各位前显 我们可以很清楚 圣贤先佛跟我们一样 他们以前也是人 如同后学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有人穷起一辈子 他认为有钱就会幸福 可是我们看到有钱人他不一定是幸福 有些人认为我畏惧要止我就会幸福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畏惧要止之后 他不一定很幸福 为什么 我们从圣贤的智慧就可以清楚 圣贤是凡事往内求 他求心 他不求佛 那我们世俗的人不断往外求 当你不断往外求的时候 心外放的时候 其实各位 你纵使拥有了全世界 拥有了全天下 你不一定快乐 你不一定幸福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圣贤所追求的 跟我们环乎 属子所追求的不一样 一个是不断的往外追求 一个是往内寻找 所以往外追求 跟往内寻找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能够有幸福的人生 我们有圣贤的智慧就可以了解 圣人求信不求佛 凡人求佛不求心 我们继续回到本文里面看 我们回到本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后学由圣贤的几个角度 来跟各位分享 一 口德 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礼要饶人 我们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第一个 从口德开始 各位浅贤 我们看看 圣老天创造人 有没有很奇怪 两个眼睛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 两只手 两只脚 唯独一张嘴 这一张嘴 很恐怖 一眼心邦 一眼上邦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两个眼睛要我们多看 两个耳朵多听 两只手多做 两只手多走 广结善严 唯独一张嘴 其实光一张嘴 就可以造得天下乌烟瘴气 所以我们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第一个 从口德开始 也就是得饶人处 且饶人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 得礼之后 他还不饶人 像这种 好可惜 各位浅贤 得礼了 要饶人 人家说多留点口德 当你多留口德的时候 其实天下很多的罪 过错 都因口而起 所以因口而起当中 我们一定要谨守口德 我们在世俗上 人世间很多的事情 我们占了礼了 各位记得 你占了礼 你且饶恕别人 也就是得礼还要饶人 人情留一线 以后好相见 真的 口德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我们由圣贤的智慧 或许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 口德 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礼要饶人 接下来呢 掌得 赞美别人 学会鼓掌 各位浅贤 你们知道吗 今天香水 香水你当你撒向别人的时候 其实最先得到的香味是谁 各位浅贤 是自己 是自己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 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后学跟各位分享的是掌得 什么叫掌得呢 就是赞美别人 学会鼓掌 各位浅贤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我这个掌声给别人 好像我矮人一姐一样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可是真正的 有智慧的人 他是把掌声给别人 上帝创造万物很奇怪 当我们的掌声 我们看你的手掌看一下 我们的掌声若鲜红的人 代表你 这个气血循环很好 曾经有人看手相的人跟后学讲 他说你有机会多运动 他看后学的手掌 他就跟后学讲 你很少运动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看你的手掌就知道了 因为你不常运动的人 你的手掌血气就不好 因为我们人的整个气血 不只留到脚底 也留到手掌 所以当我们有掌得 也就是当你在赞美别人 嘴巴赞美别人 而且你又会鼓掌 这一种人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不只鼓励别人 肯定别人 而且还掌声给别人 可是很多世俗人觉得 当我称赞你 我就矮一姐了 当我赞美你 我就矮一姐了 当我给你鼓掌的时候 我就矮一姐了 可是在圣贤的智慧跟角度来讲 不是这样的 圣贤的智慧跟角度 他告诉我们 我们在赞美别人 我们在肯定别人 我们在鼓掌给别人的时候 就如同是香水一样 当你要是把香水 撒向别人的时候 第一个闻到香味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真正沾到香味的人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各位前人试看看 下一次你要觉得不开心 不如意 你的幸福人生还没降临的时候 你何往留个口德 留个掌德 就是赞美别人 肯定别人 甚至掌声给别人 当你把掌声给别人的时候 无形当中 你也在做运动 你也在做运动当中 无形当中 也让你的气血循环 在你的每一个手里面的这一些穴道 无形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手掌心 气血循环很好 自然而然 你的身体就很好 各位前选 后学试着这么做之后 你们知道吗 那个看首相的 他一看后学的首相 他说 不错哦 你最近很有给别人肯定的掌声哦 你最近很有运动哦 后学就跟他讲 哎呀 你真的好厉害哦 各位 记得 不要吝啬给别人肯定 给别人赞美 更别给别人掌声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记得赞美别人 学会鼓掌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口 善用自己的手 所以人生的路要谨慎的走 所以我们管住自己的口 就是我们要谨言慎行 善用自己的手 就是我们可以拉拔别人一下 人生的路 我们要谨慎的走 所以各位前贤 刚刚后学所讲的 上帝创造的人 就是隐藏玄机在里面 所以我们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由上帝创造人当中 我们就可以隐为了解清楚 我们由圣贤所留下的智慧当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要创造幸福的人生 就是管住自己的口 善用自己的手 人生的路 我们再谨慎的走 自然而然 我们就有办法创造 开创幸福的人生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所以第三个 面得 看破不说破 面子上好过 各位前贤 面得就要比后学在分享这一堂课 假设我很严肃 板着一张脸 各位前贤 你看到你这一堂课也不大想听 可是后学从头到尾 都是笑嘻嘻的 对不对 然后不断的来分享这一堂课 你或许会 因为这样当中 你会继续听下去 我们为人主事也是如此 有很多事情 看透 看破 不要说破 为什么 你今天在工作职场里面 在社会上 形形色色的人 你要说一样米养百样人 一样生百样食 既然一样米养百样人 一样生百样食 那请问 形形色色的人 有太多 参差不起的人 那你看到那一种人怎么办 刚刚我们有提到 人请留一线 以后好相见 我们把这些事情 看清楚 看透了 看破了 但不要说破 当你说破的时候 各位 对方面子不保 对他 他对我们多不好 记得哦 对方面子不保 对他 对我 多不好 所以 第三个 如何开创幸福的人生 后学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面德 看破 不说破 面子上 好过 我们继续看 心中有爱 自然有太多人生的无奈 各位前前 我们讲真的 一样米既然养百样人 一样生有百样子 形形色色的人 那么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这一些 是非 对错 总是充满着无奈 无言 但面对这些当中怎么办 我们生活仍然要过 必须要心中有爱 当你心中有这份爱的时候 自然有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淡然处之 当你能淡然处之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计较 所以有人这么讲 我们人生里面 睡觉的觉要好 对不对 但不要计较跟比较 当你有计较跟比较的时候 人生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唯有让自己心中有爱 自然而然有很多的东西 自然而然就可以让无奈去淡化掉 自然而然可以让我们迎刃而解 来解决非常多人世上的问题 自然而然我们把计较心不见了 自然而然就多了欢笑 不然想看看 当我们拿着一支词 去量所有的人 各位 宇宙之美 天下之美 就是因为它有高有低 音乐的好听 就是因为它有一扬顿挫 人世间的美 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所有的人 更多跟我们一样 我们要跟所有人都一样 不可能 所以我们 我有放下计较 自然就有欢笑 这是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我们有圣贤的智慧当中 我们所了解所知道的 我们继续回到本文里面 所以第四个 我们要信任得 疑人不交 交人不疑 各位前选 我们要信任得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疑人不交 交人不疑 各位前选 现在社会非常的纷乱 记住 当你对这一个人 有所怀疑 你宁可不用 当你用了他 你就要相信他 这是一种信任 若这个信任 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你宁可 疑人不用 当你用了 你就不要怀疑他 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的因缘 有太多的因缘 我们无法去了解 更无法去厘清 所以你如果开创幸福人生 或许用信任得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疑人不交 交人不疑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你唯有信任 你才有办法创造幸福的人生 我们继续看 见不得人好 自己也不会好 学会的随喜 天天都很欢喜 各位前选 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好 我们都会吃味 各位 释迦摩尼尔曾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赞叹别人 释迦摩尼尔曾经跟我们分享 他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别人在 行财师的时候 行法师的时候 行无畏师的时候 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哇 那个人行财师 一行财师怎么办法行那么大的财师 人在行法师的时候 在讲课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把客人讲得那么好 人在做无畏师的时候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抛家舍业的付出呢 当你看到人家的好 各位 释迦摩尼尔尔曾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吃味 我们要赞叹他 肯定他 要赞叹他 要肯定他 为什么 释迦摩尼尔尔就讲了 他说当人家做好了 你赞叹他 肯定他 其实你的功德是跟他一样的 各位请写 你们知道吗 当你看到别人好 你吃味 请问你有比较好吗 你没有比较好吗 你反而不舒服 不开心 可是我们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不简单 你可以行这么大的财师 不简单 其实这个不简单 你就赞叹了 你的功德就跟他一样了 何乐而不为 当人家讲课 有办法引经据典讲得很好 大家很喜欢听的时候 你要肯定他赞美他说 你这一堂课讲得太棒了 让我学习很多 同样的一句话 吃味的话 跟肯定赞美的话就不一样了 吃味的话不好 但你肯定他 赞美他 你的功德是跟他一样 人家能够无畏师的时候 人家能够用尽心血 抛家舍业的时候 你不要吃味 你要肯定他 赞美他 你的功德是跟他一样的 各位浅显 释迦牟尼我所讲的 佛不打妄语 他讲的话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幸福的人生 我们是不是看到人家的好 我们都用吃味的角度 去看待别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换个角度 来欣赏他 肯定他 赞美他 赞叹他 那你的功德就跟他一样了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各位浅写 见不得人好 自己也不会好 所以我们学会的随喜 天天多欢喜 各位浅贤 我们再继续看 五 礼节德 礼多 人不怪 送礼 送到位 各位 礼多人不怪 圣贤照字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礼 这里面所提的礼 有两个礼 一个是礼节的礼 一个是礼物的礼 礼节的礼 我们看圣贤照字告诉我们 礼的左边 是一个是 是就是礼正 右上角是一个区 右下角是一个洞 什么叫做礼呢 礼正 弯曲 捡豆子 圣贤告诉我们 圣贤的智慧告诉我们 礼正 弯曲 捡豆子 为什么不捡石头 为什么捡豆子呢 所谓的捡豆子不管是黑豆 绿豆 黄豆 红豆 豆子都非常小 小当中我们要立正弯曲 捡豆子 自然而然你就要90度鞠躬 当你90度鞠躬的时候 请问你 在人世间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非常有礼貌的 立正弯曲 捡豆子 这样面对所有的人 请问你有这样的礼节 会有很多的争吵事件吗 会有很多吵纳的事件吗 遇到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 所以如果开创幸福人生 第五个我们从礼节的开始 礼多人不怪 而且送礼要送到位 所谓送礼送到位 简单讲 你送给老人家的东西 送给小朋友的东西 送给吃素人的东西 要不要送对 他明明吃素 你送了昏食给他 你的好意 结果你对他不了解 明明你要送的礼是老人家 结果你送的东西是送坚果的东西 老人家 他可能牙床不好 牙齿不好 你送的东西固然好 可是没有送到需要的地方 所以叫礼节 有礼貌 还要还要刚好守住这个节 礼节 刚刚好 礼节 也就是送礼送到位 你明明去看小孩子 结果你送的小孩子不需要的东西 很可惜 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幸福人生 你如何开创 幸福人生的开创 有时候我们跟周遭的人 跟我们都非常有关系 我们每天外出 看到的这些人 他自然而然会相对的 缓映到你的眼睛里面 缓映到你的心坎里面 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正面的 积极的 好的 善良的 反馈回来 自然是好 可是你所看到的都是不好的 不舒服的 假设你以后内心里面 没有不好做内化的动作 你光看到眼睛就火冒金星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火冒金星的时候 请问你的幸福人生 如何能够开创呢 你如何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呢 所以我们有礼节的 由我们自己去展现 我们先做别人的什么 静子 我们做别人的静子 我们有礼节 我们把礼节做到为了 自然而然别人看到的是有礼貌的你 请问 人家所讲的出手不打什么 笑脸人 你出手不打笑脸人 你是一个显现出一个有礼貌的人 自然而然对方 八九不离死 他纵使非常没有水准 没有涵养 但看到礼有礼貌 自然而然他也会软化几分 所以这就是我们本文里面所提到的 礼多 人不惯 送礼 送到位 我们继续看本文里面 所以敬人者 人很敬之 爱人者 人很爱之 我们如果去尊敬别人 别人自然也相对应的 这样来尊敬我们 我们用 怎样去爱别人 自然别人也会这样的来爱我们 各位 这是相对的 我们人世间的一切 是相对的 当我们做这样 别人不一定跟我们相对的时候 那怎么办 有一句要这么讲 先佛曾经这么告诉我们 别人如何对待我 是我的因果 我如何对待别人 是我的修行 这句话 很重要 或许再讲一次 别人如何对待我 是我的因果 我如何对待别人 是我的修行 也就正常来讲 敬人者 人很敬之 爱人者 人很爱之 可是有时候又不一定是如此 这时候怎么办 各位前前记忆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人不转 心转 心转 境界马上转 把后学刚讲那句话 把他 互聪一次 别人如何对待我 是我的因果 我明明就对待他 很尊敬他 抱着慈悲心来对待他 为什么对方还这样 不理性的对待我 我们用圣行的话 马上来回味一下 别人如何对待我 是我的因果 或许是 累世无生节以来 哪一辈子我可能得罪他了 所以他这样对我 刚刚好而已 心情有没有比较舒服 所以别人如何对待你 是因果问题 但我如何对待他 是我的修辞问题 修行问题 你对待我不好 没关系 但我还是要对你好 因为我是有修为的人 我是有在上课的人 我有在听课的人 自然而然 我就对待你 要不一样 要不一样 叫做近人者 人很近自 爱人者 人很爱之 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本文里面 六 谦让得 人前物张款 人后别得意 各位前行 我们人都是如此 有时候我们这个不可一世的时候 总是会忘记自己是谁 所以有时候会显露出来 人前这个不可一世 可是我们要如何开创幸福人生的人 我们一定要谦让得 我们一定要谦让得 在义经里面 六十四卦里面 唯一 只有牵挂 这个是唯一 万事阶级 不管怎样都是OK的 为什么牵挂是这么重要 因为你凡事 你有谦让之的 自然而然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可以迎刃而紧 所以我们把它套成世俗的话 叫做人前物张款 人后别得意 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用谦让之心 面对一切的人事物 自然而然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 我们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自然就不会怕 我们自然就很清楚 我们坦荡荡 这个就是谦让之德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所以学会知足 人生无比幸福 能够感激 才能创造奇迹 我们想拥有幸福的人生 要随时学会知足 要能够感激 自然而然奇迹就会 在你身上里面 显现出来 所以各位前行 幸福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幸福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学会知足的人 他是幸福的人 那么我们尤其是在 现代纷乱的社会当中 我们要随时感激 就像我们随时都会这么讲 感谢天恩师的 感谢上方 把一切的功劳都推给老天 推给别人 当我们有这种推功之心 上天自然慈悲 上天自然眷顾 因为有很多的奇迹 多是在你感激之后 而产生出来 所以本文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学会知足 人生无比幸福 能够感激 才能够创造奇迹 我们再继续看 七 理解得 换位思考 给人方便 各位前行 人生有很多的角度问题 你的角度所看到的 跟后学的角度所看到的 有时候没有对错问题 是角度问题 所以我们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理解得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换位思考 给人方便 就会不一样 我们从本文里面来看 自己的主观之见 也不见得是完美缺陷 别人的想法意见 说不定也是智慧的展现 所以我们自己的主观之见 也不一定是完美的 也不一定是没有缺陷的 所以各位前行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人有没有的角度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 每一个人的角度跟看法不同 但我们如何去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换成我是他 我会怎么做 当你有做换位思考的想法 跟看法 跟做法的时候 完全就不一样 完全就不一样 我们继续看到本文里面 我们在本文里面 我们看到 心胸开朗 世间就宽广 心胸狭窄 处处是苦海 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能够有幸福的人生 我们从圣贤的智慧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心胸要开朗 世间自然就宽广 心胸狭窄 你们发现处处是苦海 当你处处碰壁的时候 各位前行 当你处处碰壁的时候 你先想看看 你的心胸有没有够宽广 当你的心胸开朗的时候 宽广的时候 其实处处自然有好的因缘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第八 尊重的 把别人的至尊 放在第一位 幸福的人生 各位前行 你要有幸福的人生 不是把别人打倒 而是把别人的至尊 放在第一位 记得 英雄是打败别人 圣贤是打败自己 所以第八个跟各位分享的 叫尊重的 把别人的至尊 放在第一位 试着做看看 我们往往都觉得 我一定比你好 我比别人强 所以我把别人放在第二位 怎么可以把别人放在第一位呢 可是当你试着做看看 你有尊重得的时候 你的幸福人生马上降临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所以最后 后学用四句话跟各位分享 也来做我们这一堂课的结论 当你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后学由这四句话跟各位来分享 成活为目标 行为不会遭 我只肯舍掉 灵光必照耀 各位前选 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何谎让我们一起来学做佛 一起来学习做佛菩萨 学习做佛看看 圣贤造字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佛 从佛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左边是人 右边是佛 简单讲 什么叫做佛 不是人就是佛 你们觉得很奇怪 圣贤造字告诉我们 不是人就是佛 所以我们如果开创幸福人生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学做佛开始 从我们懂事到现在 我们不断的把人做好 结果永远做不好 人质 好写不好做 因为一撇写顺境 一撇写逆境 人好写不好做 可是我们若来学做佛呢 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我们有换位思考 我们替别人想 自然而然 我们把成果为目标 你的行为不会糟 当我们是佛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之放掉 把我之舍掉 自然而然 你就凡事非常的顺 当你凡事非常的顺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前途就闪亮 灵光就照耀 所以最后 或许用这四句话 来跟各位分享 如何开创幸福人生 我们就是从 成佛为目标 行为不会糟 我之肯舍掉 灵光必照耀 或许用这四句话 来跟各位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 开创幸福的人生 祝福你 也感谢你